订阅 点赞 通知 这座气球用的材料吧 不同颜色的亮片粉 透明的双面胶 剪刀 吸管 最后一个是需要准备 可以吹出热风的吹风机 好 那么首先 拿这个透明胶带 目测试差不多是长方形的 剪下来 好 接下来呢 这样对折一下 现在就变成了正方形 把四边按按按 粘在一起 像这样不封口的状态下 把吸管放进去 把开口的部分全部 按按按 牢牢地粘起来 下一步 把透明塑料纸拿下来 再用肉风吹 咻 好 究竟能不能吹起来气球呢 一 二 三 稍等一下 像这样按按按按 粘起来 空气就不会跑出来 快看呢 朋友们 是不是吹得很大呀 透明 能看到眼睛吗 如果还想弄得更好的话呢 把多出来的用剪刀像这样 剪下来的话 气球 会看起来更圆了 真的好漂亮 接下来呢 和刚刚制作方法一样 不同的是要把亮片粉放进去 把胶带剪下来 再把下面的边缘粘起来 接下来 把金妮喜欢的紫色亮片粉 放进去吧 倒一下 小心小心 倒完之后 把吸管放进去 好 究竟能不能吹出亮片气球呢 好看呀 做得好棒 你们可以看 真的好漂亮 一闪一闪 刚刚金妮在胶带里放了很多亮片进去了 现在变成了漂亮的亮片气球了 哇 真的好漂亮 好 接下来呢 金妮要使用金妮手上的透明胶带 制作出好玩的捏捏乐 介绍一下制作材料 要放进捏捏乐里的史莱姆 剪刀 透明的双面胶 最后一个还需要普通的透明胶带 好 现在开始制作一下好玩的史莱姆吧 把材料放进去 接下来放漂亮的亮片 哇 闪闪亮亮 哇 马上变成史莱姆 咻 看 好 接下来我们使用剪刀 把双面胶剪成六个正方形哦 好 像这样剪好六个正方形之后 现在把它粘成一个正方体咯 好 像这样粘成一个正方体之后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放入 刚刚金妮做好的这个史莱姆咯 好 像这样把史莱姆放进去之后 最后一步 塞盖上盖子 接下来把粘在外面的塑料 全部摘下来吧 好 最后一步 把普通的透明胶带贴在立方体的边角上 完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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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漂亮吧 哇 哇 哇 这个手感有点特别要 哇 哇 感觉有点恶心 只有中间突出 哇 哇 像这样的话 胶带粘粘乐也完成了 今天金妮拿这个透明胶带 制作一下最近很好的看 气球和非常好玩的粘粘乐了 朋友们怎么样啊 看得开心吗 那金妮以后还会给朋友们带来更多好玩的视频 拜拜 拜拜